哈囉我是Zender 老任的遊戲一直以來都誠意滿滿 從10月20發售的超級馬力歐兄弟驚奇 帶給玩家的不只是歡樂 還追加的驚喜要素 接下來我來分享一下遊戲主線的破關心得吧 首先來說一下遊戲的主體 遊戲畫面是屬於橫向卷軸的呈現方式 遊戲中我們要操作角色去做跳躍或利用技能去抵達各個關卡 終點的期間才算過關 本作的技能也很多樣化 馬力歐可以變身成各種型態 而我們就要利用各種型態去通關 然後拿到驚奇花的種子 所以到一定數量的驚奇花種子之後 可以解鎖下個關卡繼續前進 遊戲中也有小商店可以購買驚奇花種子還有技能 可以輔助玩家更快更順利的通關 馬力歐遊戲最傳統的就是橫向卷軸的方式呈現 所以對於後期才加入的新生代玩家們會比較陌生一點 畢竟後座出來的馬力歐賽車和馬力歐奧德賽 是年輕人最優先接觸的 而且會有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在早期橫向卷軸的遊戲操作方式 可能對於沒玩過這系列的人會比較不熟悉一點 對於出入門的玩家來說就很容易會GG 然後就是可能會玩到半路上就被怪摸到 或者掉到坑洞 所以這部分也是需要一些時間來適應一下 或是在遊戲中學偷天兔或者說要戲的角色會比較好上手 另外馬力歐系列的關卡設計絕對不單純 他會有很多的隱藏通道、隱藏機關 所以在玩這系列遊戲的時候就要多留意一下環境 要收集全金兵或者說全金擊松子的亂 有時候也要重複探索這些關卡才會難到唷 我在主線速通過關的話大概是七到八個小時左右 中途有稍微的卡關十幾次 然後有一些關卡其實都還沒開起來 很多關卡都還沒開起來 那後續的二週目我會在通關這些所有的關卡收集全要素 本座最驚喜的地方就是角色的變身形態還有驚奇花的出現 它的變身形態就像是可以變成大象清楚在路上的障礙 也可以打擊路上的小怪 還可以變成那個磚頭可以從天花板前進 或者說磚到地底下可以躲避敵人的傷害 進到一般不可能通過的地形 變成泡泡人的時候可以吹泡泡 啟用在牆後的機關 它其實有點像以前那種泡泡人差不多了 然後它還有其他像是滑翔帽、跳躍飛翔、繩索的技能 各種搭配的技能去闖關 就是讓這個遊戲的方式可以更豐富許多的原因 在遊戲的關卡設計每關都有自己的主題特色 像是在石刃花關卡有滿滿有跑出來的石刃花 不僅你是從短子探出頭來 還會四處走動呼吸吸線空氣 幽靈關卡也會跑出來導彈的害羞幽靈 但你面對著它的時候它就會靠近 面對它的時候它就會遮臉害羞 然後熔岩關卡不只有放火的小怪 還有許多難以通過的熔岩地形 考驗玩家的操作 關卡的設計上也有很多的暗門需要探索解謎 因為在本作加入驚奇花的關係 大部分的關卡會把限時把它拿掉 當然還是有一些關卡會有限時的 一些Speed Run的設計 那這部分就會讓玩家更有時間 會在關卡中探索一些隱藏的激光荒害要素 碰到驚奇花之後 整體的關卡會更豐富 會再向上更一層門 不僅定型改變 有時候連遊戲的方式也會更改變 雖然整體的關卡比起以往的馬力歐系列來說 真的短很多 但是本作的關卡設計上真的相當有趣 不會很無聊 另外本作還有加入線上功能 可以跟玩家們互助前進 大大降低遊戲的難易度 這對於新手玩家們來說算是一大的服務 不然在過去的遊戲要探索關卡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卡關 要上網查一下攻略才行 有線上玩家一起幫助的話 可以更快的找到隱藏機關 更快的通關 在遊戲音樂設計上 這次的背景音樂分布很多 聽到死人花和幽靈丸唱歌跳舞 讓整個遊戲的方便拖了錢 後續打完的時候也有強力的節奏音樂 搭配了自己的角色的動作 讓遊戲的體驗上更加有趣 這次的馬力歐真的玩得很開心 關卡的難易度也會事先顯示出幾顆星 最高我目前是看到四顆星 這次也會讓玩家有心理準備要挑戰關卡的難易度 不過像我們這些老玩家 其實看到關卡就不會想這麼多 一定會玩到通關為止又對了 所以如果還沒玩過馬力歐兄弟橫向主主的玩家們 這片我推薦新手老手我都推薦 幼稚園以上都可以玩 就是幼稚園以上都可以玩的程度 除了比較不失智的小朋友需要爸媽的輔助 這片的遊戲就是給他五顆星星保證 玩的絕對不後悔超經典 以上是我的遊戲主線破關分享 若有其他遊戲心得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後續我會在不定時的發布遊戲破關的心得 喜歡我的頻道歡迎各位可以訂閱追蹤 我是Dandon 祝各位遊戲愉快 再見